淘汰郭爱伦之后 辽宁队又清洗三连贯功臣 扬名不理会 球迷愤怒 昨天晚上郭爱伦展开了两个小时的直播 说明了他和辽宁队交易问题的来龙去脉 虽然郭爱伦说不怪辽宁队 但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辽宁队做的确实有些过分 因为郭爱伦已经明确提出 为了球队可以不要顶心 并且想留下来 但最后没有给他任何思考时间 直接就交易到广州队 也就证实了之前媒体所说的 郭爱伦很被动 完全没有被尊重 很显然辽宁队做的很过分 没有想到在淘汰郭爱伦之后 辽宁队又清洗了一位三连贯的功臣 扬名也没有送出祝福 球迷非常愤怒 这个功臣就是莫兰德 之前有传闻说辽宁队要淘汰莫兰德 但一直没有缺席消息 不过就在刚刚 辽宁队官方正式宣布 王兰钦加入 他将穿25号球衣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 要知道辽宁队的25号球衣 之前一直都是莫兰德 如今王兰钦直接穿上 其实也就变相宣告 莫兰德要离队 这让球迷没有想到 当初说引进阿秋尔 球迷已经感觉莫兰德会被淘汰 但没有想到辽宁队竟然没有官宣 甚至杨明也没有送出祝福 说莫兰德是辽宁队的第一功臣 绝对不为过 尤其前面两个总冠军 莫兰德在内线呼风唤雨 上个赛季 他也是战胜广东队的最大功臣 如今却沦落到这种地步 更重要的是 他和杨明的关系非常好 结果不仅球一号码被占用 甚至没有人给他送祝福 先是郭艾伦 再是莫兰德 这两位梁京队历史上最重要的球员 接连被清洗 甚至有些不太愉快 也让球迷思考 梁京队到底是不是有情有义 此时大家都在担心赵纪伟 也怕他走了郭艾伦的老路 有价值是为梁京队拼尽全力 如果受伤 很有可能也会被无情淘汰 我们下期再见